本港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感染 输入个案占183宗 长沙环英华书院出现爆发 有4班要停货一个礼拜 另外有5间学校各有一班要停货 长沙环英华书院出现爆发 累计有23个学生染疫 其中2D、2E、3A和4C班 一共有16个学生检测阳性 4个班必须要停货一个星期 当局将会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当然我们要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例如他有没有一些 大家不同班级一起聚集的活动 或者其他我们现在都在调查 都要看看我们调查的情况 再决定有没有其他的需要 暂时其实如果停了那几班的话 其他班房都是很散修修的个案 都和其他学校有事情报过来都是差不多 再多8宗怀疑B.A.4又或者B.A.5个案 包括码头中官立小学4C班一个学生 而观塘曼泰利广场喂食火锅群组 再多一个食客和他的家人受到感染 至今累积16个食客和3个密切接触者确诊 至于三宗怀疑B.A.4又或者B.A.5本地没有源头个案 其中一个人任职机舱清洁员 过去七天本港每日大约有2000宗个案 较两个星期前的数字高一倍 特别是涉及新的变异株钢案比例不断上升 香港佛教医院护养病房一个男病人和三个职员确诊 那个病房已经停收新症 另外本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至今仍然未获接种新冠疫苗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发表文章 说政府正是与疫苗接种专家委员会积极研究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三岁以下的幼童打针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报道 新一届政府召开首次行政会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公务员表现优秀 高层叫主动介入问题并做好同筹 李家超又说自己并非口号式特首 会勇于面对房屋问题 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之前 特首李家超率领三个司长 和16个行会非官首成员大合照 新成员当中有8个人是立法会议员 其他的来自法律医疗和金融等业界 他特别感谢叶刘淑仪答应邀请出任召集人 最新的公务员申筹调整方案出楼之前 李家超被问到如何平衡公务员士气和公众观感 李家超说政府的效率领先全球 要为公务员表现说句公道说话 有时为什么有一些表现和市民 或者期望有落差 会不会是因为程序上的一些繁琐 又或者资源方面的不足 又或者会不会是部门之间的配合等等 如果领导的官员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主动介入 在统筹方面做好一些 在方向方面做好一些 以及在权责方面做好一些 所以很尽心尽力的公务员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然是达到预期的效果 房屋问题上李家超曾经透露目标之一 是6.1年的公屋轮后时间 至少不再加长 是不是太保守了 我是务实的 我不是口号式的一个行政长官 所以我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 我们问题所在是哪里 是涉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也有很多是因为程序或者法律 又或者实际的情况是需要长时间才可以解决到的 政府的态度是当见到问题的时候 勇于面对尝试解决那个问题 李家超又提到要在控制疫情和减低对旅客不便之间 强调要保护高风险人士 并且确保香港的医疗系统不受影响 母亲电视机就在中刹期报导 涉及12港人案的李子言 在区域法院承认2019年在金钟参与暴动和集警被判囚三年半 案情指2019年9月29日 示威者在金钟一带聚集和警方对视 并且多次投摘汽油弹和硬物 其间报清测量员的31岁被告 在太古广场外面曾经用砖 连续向警员头部击打四下 他之后被制服 在他的背囊守出望远镜 索带和铁纸等等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郑几航判刑的时候 应用被告行为凶残狠毒 幸好警员有头盔保护不致受伤 连同暴动罪两罪一共判囚三年半 李子言前年因为偷越边境罪 在内地判刑七个月 去年三月刑满被遣返回香港 广东省委常委会日前召开多个会议 提及要做好粤港澳联防联控工作 最大限度减低疫情 对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影响 会议由省委书记李希主持 提到要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慶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加强粤港澳合作 推动大湾区建设 特别是科技和产业的合作 全面提升大湾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支持香港和澳门 更好地排解民生悠难 并支持港澳青年到广东就业创业 而在另一个会议李希就强调 广东在应对疫情上 要守好区域协同 外防输入 以及粤港澳联防联控三条防线 日本地大学研发 以确泰矿为原料的太阳能电池 较传统电池更具效能 成本也较低 在环保的大潮流下 世界多国近年都积极发展可载生能源 太阳能是其中之一 你约了多少 朱中龙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 就专门研究太阳能电池 但并非采用一般的直造原料 因为直晶体生产过程并不环保 它是在生产的过程中 它的工艺比较繁琐 同时它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 所以相当于要消耗很多的电力 才能够生产这些确电池 所以也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新的技术 能够在低耗能、低成本上面 来替代现有的确太阳能电池 团队研发使用丐太阳这种化物 制造的太阳能电池 发电量比直晶体电池高两成 物料成本是直晶体电池三分一至五分一 最新的研究突破 是加入一种令丐太阳电池 更稳定的化合物 方便量产 影响盖带矿碳电池的稳定性 是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 盖带矿材料它本身表面有一些离子 不是很稳定 它会发生移动 恶茂铁化合物 它能够抑制表面的离子的迁移 从而达到盖带矿器件的稳定性提升 由于加入异贸铁后 能够抵受潮湿炎热的天气 加上不少香港建筑物都采用玻璃幕墙 它认为这种透明电池 很适合在香港应用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高等法院收到可疑白色粉末 警方在下午六点接报 高等法院又有职员收到白色粉末 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调查 暂时仍然未知粉末是什么物质 现场无需疏散 不少旧式楼宇防火刺施不足 政府计划修例给当局为旧楼业主 代办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有议员关注市民需要负担的开支 政府打算修订消防安全条例 付权消防处、屋余署 代替未能够符合消防规例的旧楼业主 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完成之后再向业主收回工程费 和额外收取20%的附加费 当局也调高不遵从指示 或者符合消防安全令的罚质 政府展开为期十个星期的公众资讯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 多个议员关注业主需要支付的费用 市场上一般做这些老旧堂楼 或者用一个年份做核定 去加工程或者因为收到那个指令 那究竟要花多少钱 或者贪分起来要花多少钱 有些旧楼就很难完全这样 更新消防安全设施 或者做改善工程 就可以达致到一个完全安全的目标 如果做到的话 涉及的款项可能都非常之巨大 如果申请了我们的资助 其实平均每个单位 说的是万多元到二万头 其实我们为了协助这些楼宇 能够比较简便进行这些工程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便利措施 例如就是一些三层以下的楼宇 我们原底的法定要求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二千星的水缸 我们已经把它简化了 就用一个折充式的喉轮系统 已经可以了 当局会运用消防资助计划 向有需要的业主提供资助 按照四类不同的楼宇 资助各有上限 去到13层以上就封顶 其实可能有些业主就会 那个维修意欲会下降 这些方面可不可以改一下资助 改为每层楼 我们现在这个法例 针对87年之后的楼宇 其实在13楼以上的楼宇 已经有一些消防安全规定在 已经有些喉轮设置在 所以说你那层楼就算是超过13层 你所要做出的一个工程 不会再因为你的楼层增高 而是要给多的 当局计划年底整合咨询意见 明年年初再提交立法会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未经许可,您是否致有 也未经许可,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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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您所提讨